兄弟们 想要打败三体人 你不妨可以试一下原始人 没错 就是亚瑟 别小看了这个王者的初代英雄 综合能力还是很强的 还是同一把游戏 我这边直接当着猴子的面反应 此时他满级满六神装 打我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原始人 最后还被思学反杀 哇 这不换三体人过来可能早就被敲死了 这把对面一楼直接锁了鸡小麦 就连队友都说对抗路比较难打 因为对面上单七百草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 我当时也在想 到底选什么英雄来克制鸡小满 最后我直接套出了原始天尊 开局直接买一把铁剑 来到线上就抢线神二 一般的鸡小满玩家都不会像那位博主一样 升到二级直接进野去的 所以跟他对线就行 第二剑出个不假 然后预购一个不假 就是怕在换血的时候 他一套把我们秒了 而亚瑟前期二技能障碍很高的 配合一技能沉默效果 追着鸡小满打就行 可能你们就会说了 这个鸡小满怎么不会还手 是不会玩吗 好 你们再来看这波 我为什么要选择亚瑟来跟他对线 利用的就是鸡小满玩家前期一般都会出冷却鞋 所以亚瑟一技能对他的沉默效果可以最大化 鸡小满放不出技能就只能乖乖被打 等沉默效果结束 他已经被亚瑟打了半关学了 剩下一个大招加终结就能直接带走 这就是刚才的出装 鸡小满还没有出肉装 这波他出了一个荆棘护手 再加上有红buff 最后才勉强把亚瑟反杀了 所以说在前期亚瑟还是可以和鸡小满摆摆手腕的 那么当他出了肉装怎么打 现在亚瑟一套技能肯定是带不走的 而且是在经济比他低的情况下 我测试了一下 血量在四分之三左右的时候就是闪杀线 当然了 亚瑟克制技巧满仅限在前期的时候 一旦到了中期以后 我也不知道该找谁来克制他了 兄弟们 你们知道吗